再來針對這一題 有同學說 老師我習慣 查詢資料還是用微乳函數來查的話 那我也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把那個什麼呢 查詢 我這邊有一個微乳函數 假設我用微乳函數來查 可以查到 可是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如果你要查的話 就要改前面的個單 就是我們剛剛是不改的方式 做比對 OK 是一種方法 那方法二的話 就是說 如果我一定要用微乳函數 我堅持 我習慣 因為很多人可能一直習慣用微乳函數 那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用微乳函數 那你勢必你就需要改一下 也就是說 你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資料呢 它本來不是正規化的 那所謂的正規化 其實跟那個資料庫比較 就是資料庫的 資料庫的資料表有沒有 一定是重向的 也就是說呢 你就必須把這個表 把它改成像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它的結構一定是 第一欄一定是你要查的 我們要查什麼 查人員 所以你勢必須要把人員放在第一欄 把你要查到的資料放第二欄以後 那所以我們可能就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像這樣的資料 OK 那問題來了 如果你今天要把像這樣的資料 變成像 有沒有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像這樣的一個沒有正規化的一個表格 要把它變成兩欄 那第一欄一定是人員 第二欄是單位 然後底下就列 那以後你用微欄去查的話 那一定會查第一欄 查到之後把第二欄帶過去 但問題來了 如果你要產生正規化的結果 難不成你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做嗎 OK 那如果資料量少還可以 但是如果資料量多的話 那你一定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方法二 就是把人員正規化再配合微軟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看每個人習慣都可以啦 只是說你必須要先產生一個結果 就是底下的這個東西 那我先把底下的東西delete掉 其實喔 這個也許你們可以想想看 我就寫了一個VBA程式 這個程式的話叫 所屬單位正規化好了 然後寫的方法 其實應該各位也都看得懂 就是第一個 這個一樣是把這個所有範圍跑一遍 那你可以怎麼樣 FOR EACH SALE IN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應該是BA2到G8 這個範圍 然後呢 我就做什麼呢 我就把這個儲存格放在這個位置 第二列 然後它的同一籃的第一列放在單位裡面 然後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的時候 你必須要讓它跳到下一列 那跳到下一列怎麼跳比較簡單 還記得吧 我們好像有那個 就是樂透彩排名有沒有 第一次放在第二列 第二次放第三列 那我們不是有一個變數叫K有沒有 K預設值等於2 當它放了一個之後呢 我把它底下再寫一行 K等於K加1 那它不就一直往下了 所以喔 寫完了程式 基本上就長這樣 執行的話 就OK了 你就不用人工了啦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當然你說有沒有函數可以辦得到 也許有啦 也許沒有 但是也許你想出來那工資太 那不如你寫VBA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東西 那VBA的寫法喔 基本上呢 就是剛剛講的喔 先把範圍抓到 然後呢 還有一點可能要判斷一下 如果它的儲存格裡面不能是空的喔 像這個是空的 你不能就把空的丟過來 所以空的跳過去 那所以呢 我這邊有個邏輯 如果儲存格裡面不是空的 才做下面的事情 什麼事呢 幫我把儲存格的東西 複製一份 到哪裡呢 到Sales的K 因為這邊有個K 叫I列 所以這個是I列 I欄 跟正一下 K列的I欄 然後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把它同一列 同一籃的第一列 就這個 幫我複製到這裡 那這個是什麼 Sales K的J 就是它旁邊嘛 記得K等於K加1 這個 預設值等於2 這個跟之前 這個排 1到7名的寫法是一樣的 那你有了這個之後 後面就簡單了 那我的習慣是把這個範圍 先建一個名稱 名稱也許叫什麼呢 我就叫人員好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做了 把範圍先選起來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人員 那我就再利用什麼 如果我剛剛那個方法 我不要 那我就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插入函數了 插入函數的話 就是V函數嘛 然後他這個人 然後去哪邊查 就我剛剛那個表 所以那個表有 那就F3 人員 因為我剛剛已經定義好名稱 然後一定第二欄 比對一定要完全一樣 然後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了 這是方法二 不過我在想 應該好一般人 比較喜歡方法二 因為看到方法二這樣比較習慣 不過沒關係 反正 解決問題最重要 至於你要有哪個方法 只要不要慢 沒效率的方法 都是好方法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喔 這個地方 我待會也會把那個 所屬單位正規化 我是建議你問 你可以寫得出來 你就自己寫寫看 如果你寫不出來的話 一樣會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這邊 也許 待會各位可以參考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我們也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接著來看 這個其他的題目